九欲见地 第4751章 猎杀目标 作者 邵宇 这真灵太使者动用本体世界的力量 的确是带给了楚风眠巨大的麻烦 将楚风眠都是差一点的逼入到了绝境之中 尤其是最后那神龙之主的出手 更是令楚风眠处于了无比危险的境地 若非是楚风眠掌握了十字轮的力量 争取了一线生机 可能那一战楚风眠都是非死即伤 不过因此 楚风眠也是得到了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坐标 本来以楚风眠的实力 就算是得到了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坐标 他也不能贸然前去的 毕竟真灵太使者的实力可是无比强大 比起绝大部分的画道之境顶级强者而言 都还要更加强大 就算是因为动用本体世界力量 反而是被楚风眠击伤 他的实力也是依然不容小觑 只是这种强大 却只是对于还未前往龙朝之前的楚风眠而言的 在进入了龙朝之后 楚风眠先是得到了始祖天龙的传承宝藏 将始祖天龙骸骨 始祖二龙的身躯 完全吞噬了令楚风眠的实力大涨 接下来 楚风眠又是斩杀吞噬了无数强者 他现在的实力已经是跟进入龙朝之前相比 不能够同日而语了 就算是那千兵圣祖 也是败在了楚风眠的手中 反而是令这千兵门 千兵诸两剑主宰之兵 最终都是落入到了楚风眠的手中 以现在楚风眠的实力而言 想要击败 甚至是斩杀真灵太使者 都并非是一件难事了 更何况 现在的真灵太使者 本身就是身受重伤 之前为了轰杀楚风眠 这真灵太使者 可是也选择自爆了自己一部分的本体世界 这种自爆 足以施令真灵太使者本体世界的力量 都受到一定情况的影响 尝到了吞噬强者本体 世界甜头的楚风眠 今日自然不可能放过这真灵太使者 尤其是楚风眠 更是拥有着真灵太使者的坐标 现在各方势力都认为 楚风眠肯定是受伤 根本再无出手的可能 而这恰恰对于楚风眠而言 是天在难逢的好机会 说做就做 楚风眠也是丝毫没有犹豫 缓缓起身 一股剑意缓缓凝聚 很快这一股剑意 便是为楚风眠指引出了一个方向 那真灵太使者 催动本体世界力量的一刻 楚风眠也是 特意在这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之中 留下了一缕剑意 作为坐标所用 现在看来 这真灵太使者 果然没有发现 楚风眠坐的手脚 感觉到了这坐标位置后 楚风眠便是缓缓起身 他的目光看向龙巢之中 现在的龙巢 已经是一片狼藉 整个祖龙岭 甚至是大半的龙巢 都是因为刚刚的战斗 而化为了废墟 甚至是有着不少的龙族 都是陨落在了刚刚的余波之下 而剩下的龙族 大部分也都是死的死逃的逃 神龙之主 天龙之主 这两位龙主的陨落 对于万龙之国而言 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令这刚刚建立起的万龙之国 被再度摧毁 不过这对于楚风眠 倒不是一件坏事 毕竟楚风眠跟着万龙之国之间 可是是有非敌 现在万龙之国被解决 倒是也为楚风眠 解决了一个不小的麻烦 不过这万龙之国中 最令楚风眠感觉到棘手的 最麻烦的 其实便是其中的三位龙主了 而在这三位龙主之中 神龙之主 天龙之主 却都是已经陨落在了楚风眠的手中了 三位龙主之中 只剩下了那战龙之主 但是这三位龙主之中 楚风眠最为忌惮的 其实就是那战龙之主 不同于神龙之主 天龙之主 这战龙之主的实力 要强大得多 而且跟楚风眠交手之时的这战龙之主 其实依然是受伤的状态 没有办法施展出权力 而一旦是权力状态之下的战龙之主 实力绝不会比起那千兵胜阻落 甚至是更强都有可能 既然是受伤 这战龙之主也是有着恢复的可能 而那个时候 楚风眠要面对的 将是一位棘手的敌人 本来按照楚风眠的计划之中 他是打算将那战龙之主 同时一网打尽的 就算是无法真正斩杀 战龙之主的本体世界 也要将他的肉身斩杀 令他的实力再度被削弱 可是现在 那战龙之主 已经是完全不知去向了 显然是趁着刚刚楚风眠 跟那万界之主交手之时 突然逃走了 对于这 楚风眠也是无可奈何 那万界之主 毕竟可是一位 货真价实的主宰强者 在面对这万界之主的时候 楚风眠也不敢有着丝毫的保留 他必须是将全部的力量集中起来 才可以勉强跟万界之主对抗 与一位真正的主宰强者交手 楚风眠保存一丝一毫的力量 都是无异于在自寻死路 而战龙之主 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直接逃走了 这也是令楚风眠 根本是没有办法阻拦他 顶点小说 好在龙朝这一战之后 楚风眠的实力 更是突飞猛进 只要是按照计划 接下来楚风眠 前往晶体五道纪元 一切顺利的话 楚风眠的实力 还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那个时候 就算是战龙之主 寻找到了一些纪元 将他的实力恢复到了巅峰之时 楚风眠也丝毫不惧 毕竟楚风眠真正的敌人 可是万界之主 一位真正的主宰强者 跟一位真正的主宰强者相比 这战龙之主的威胁 却是显得要小得多了 观察了一眼这龙朝 楚风眠的身形 便是破空而行 直接是打破空间 离开了龙朝 龙朝的天地法则 早已经是都被楚风眠所掌控 楚风眠也是轻而易举的 进入到了深层空间之中 像是大部分先帝的本体世界 乃至一些强者的前修之地 那些主宰强者平日里 躲藏天珠的沉睡之地 其实都是在深层空间之中 这深层空间无边无际 没有尽头 从未有人探查过 这完整的深层空间 其中一层空间 比起一层空间庞大 却是最适合隐藏 本体世界的所在 没有准确的坐标 想要进入到了 这深层空间之中 无异于是在大海捞针 九欲见地 第4752章 闯入本体世界 作者 邵宇 甚至是在这无边无际的深层空间之中 都有着迷失在其中的可能 不过对于楚风眠而言 它留在那真灵太使者 本体世界之中的一缕剑意 却就像是黑暗之中的火焰 一直是照亮着楚风眠前方的道路 指引着楚风眠前进 楚风眠的身形 在这深层空间之中连连穿梭 不知道是穿越了多少层的空间 一方小千世界 浮现在了楚风眠的面前 这一方小千世界 隐藏在了一处 极其隐蔽的空间之中 如果不是有着坐标指引 楚风眠根本是不会发现这样一处空间 更是无法发现在这一处空间之中 竟然是存在这一个小千世界 楚风眠的建议 就在这一个小千世界之中 同样楚风眠也是 清晰的感觉到 这小千世界之中的力量 正是属于真灵太使者的力量 这就是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 楚风眠打亮了一眼 嘴角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果然跟楚风眠猜想的一样 这真灵太使者 也是丝毫没有 察觉到 楚风眠在他本体世界之中留下的建议 现在自然是毫无防备 眼前这小千世界的力量 似乎是无比虚弱 看起来之前自曝本体世界一部分的力量 想要将楚风眠彻底轰杀 这真灵太使者付出的代价 却是要比起楚风眠想象之中的还要大 不过这却是更加坚定了 楚风眠要斩杀 这真灵太使者的心思了 这真灵太使者如此心狠 想要将楚风眠置于死地 楚风眠当然不会放过 这真灵太使者了 面对这样的敌人 只有是将对方彻底斩杀 才可以真正的安心下来 直接动手 楚风眠也是没有在拖延 再去做任何的准备 解决了这真灵太使者 楚风眠就准备前去晶体舞蹈纪元了 留给楚风眠的时间不多了 再加上对付一个身受重伤的真灵太使者 以楚风眠现在的实力 根本也不需要做出什么布置了 只见楚风眠手心之中 十方神剑轰然出窍 刹那之间 楚风眠便是冲入到了 这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之中 进入到了本体世界之中 楚风眠目光一宁便是直冲天空之上 在这真灵太使者本体世界的天空之上 有着一座巨大的宫殿 一尊老者正盘膝坐在地上 他双目紧闭 似乎是在沉睡 这正是真灵太使者 不是他的肉身 而是他真正的本体 什么人 就在楚风眠出现在了 这真灵太使者本体世界之中的一刻 这真灵太使者也是猛然睁开双眼 他还没有来得及动用世界之力去探查 一道人影 却是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一道人影 将他布置出的种种静止阵法 全然无视 就这样的大摇大摆的 出现在了真灵太使者的面前 绝见乌地 楚风眠 那真灵太使者 看清楚眼前这一道人影模样的一刻 都是不由一愣 似乎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楚风眠竟然是会出现在了 他的本体世界之中 而在这愣神的一刹那间 真灵太使者也是反应了过来 瞬息之间 这本体世界之中的力量 被他完全催动 一股股强横的世界之力倾斜而下 向着楚风眠镇压过去 一位敌人 出现在本体世界之中 这对于真灵太使者而言 可明白意味着什么 真灵太使者 现在也顾不得去思考 为何楚风眠会找到他的本体世界 甚至是这样无声无息地 进入到了他的本体世界之中来了 他现在唯一的想法 便是尽快解决了眼前的楚风眠 面对着世界之力的轰击 楚风眠的嘴角 却是浮现出了一抹冷笑 他手中的十方神剑 随手一剑斩出 轰然之间 这世界之力 便是完全崩溃 现在 这真灵太使者本体世界的力量 在楚风眠的面前 却也是显得如此脆弱 如此的不堪一击 在见识过了那千兵圣祖 乃至万界之主的强大力量后 现在这已经陷入重伤的真灵太使者 他的力量 已经是不值得入楚风眠的眼了 楚风眠之前吞噬的那天龙之主 神龙之主的本体世界力量 都不比眼前这已经受伤的真灵太使者要弱了 可是那两位龙主 被楚风眠一同吞噬的一刻 却是也依然毫无还手之力 而眼前的真灵太使者 也是如此 楚风眠随手一剑 便是轻而易举地 击碎了他的世界之力 你 看到这一幕 真灵太使者都是双目灯的斗大 似乎是无法相信 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 可是 无论他如何催动本体世界的力量 甚至是杀招进出 在如今楚风眠的面前 却都是被他随意一剑 轻松击碎 这种力量上的差距 让这真灵太使者 已经是丝毫没有 可能跟楚风眠交手了 若是实力完全恢复的真灵太使者 可能还足以跟楚风眠抗衡一二 可是现在本来就受伤的真灵太使者 在楚风眠的面前 却是实在是太弱了 小说阅读啊 你的实力 怎么可能 这么短的时间 你的实力 怎么会成长到如此地步 那真灵太使者 也是彻底的震惊了 甚至是在他的脑海之中 都已经是无法想象 为何短短时间内 楚风眠的实力 竟然都成长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 要知道 在先帝纪元边缘围杀一战之中 单单是他一人出手 都是差一点将楚风眠 逼入到了绝境之中 而那个时候的真灵太使者 也不过只是动用了本体世界的一部分力量 若是那一战 在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之中进行 这真灵太使者 也有着自信 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以解决了楚风眠 可是这才多久时间 楚风眠就这样大摇大摆的 直接闯入到了他的本体世界之中 而且这实力 跟那一战之时相比 可谓是云泥之别 庞佛根本变了一个人一样 若非是楚风眠身上这一身剑意 在这先帝纪元之中 都是找不出第二名剑修来 做不得假 现在的真灵太使者 甚至都认为楚风眠是其他人伪装的 九玉剑帝 第四千七百五十三章 生死尽在掌控 作者 邵宇 这么短的时间 楚风眠的一身实力 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一般的变化 自从上一战之后 这真灵太使者 也是一直都是在闭关前修 以恢复实力 对于外界发生的一切都无从知晓 以至于这一次见到楚风眠的时候 却是震惊到了极点 但是更多的 却是一种心惊肉跳 他跟楚风眠之间的关系 可是是嫡妃有 之前在一战之中 真灵太使者 甚至是不惜动用本体世界的力量 自爆一部分的本体世界力量 也想要将楚风眠轰杀 二者之间的仇怨 可以说是 真正的生死大仇 这样的情况下 楚风眠出现在了他的本体世界之中 这目的不言而喻 刹那之间 这真灵太使者 也是明白了眼前的局势 他的目光一宁 一边死死地盯着楚风眠 悄然之间一股力量 却是在这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之中 飞了出去 这真灵太使者也是明白 以他现在的实力 单打独斗 绝对不是楚风眠的对手 所以 第一时间 便是想要通风报信 可是这一股力量 确实都没有来得及飞出 这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之中 确实就被楚风眠一把 捏在了手心之中 现在 想要通风报信 晚了 楚风眠看着手心之中捏着的力量 随手用力一捏 这力量便是完全破碎开来 楚风眠早就考虑到了 这真灵太使者 可能是通风报信 毕竟他可是纪元会之中 一位极其古老的太使者 纪元会之中的强者 也不在少数 同为三纪元势力之一 这纪元会的背后 自然也存在着主宰强者 而就算主宰强者 不会亲自出手 几名太使者到来 也可能给楚风眠 带来不小的麻烦 所以 楚风眠早就在进入了 这真灵太使者 本体世界中的一刻 便是以始祖天龙血脉的力量 彻底封锁了 这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 在这层层封锁之下 这真灵太使者 现在确实就连想要将 消息传递出去都做不到 任何一丝一毫的力量 都不可能逃过 楚风眠的掌控 而以现在 这受伤的真灵太使者的力量 想要打破 楚风眠的封锁 更是绝无可能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那真灵太使者 也是明白了他现在的处境 现在的他 已经是完全落入到了 楚风眠的掌控之中 生死都被楚风眠完全掌控 现在的他 在楚风眠的面前 就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生死都在楚风眠的一念之间 在彻底没有希望求援之后 这真灵太使者 反而是冷静了下来 他的目光 看向楚风眠平静的开口道 以眼前楚风眠的实力 若是这一次 仅仅是为了报仇而来 那么早就可以出手 直接轰杀他了 根本是不需要这样 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等待着 以楚风眠现在的实力 瞬息之间 想要轰杀他 都是可以做到 轻而易举的事情 既然楚风眠不动手 那么必有所图 哦 看来你是一个聪明人 既然你 已经是猜到了 我来到这里的目的 那么你也应该明白 我现在是在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楚风眠的声音之中 都是蕴含着诱惑 他本来是准备 直接猎杀这真灵太使者 吞噬了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 以提升他的实力所用的 不过这想法 却是在楚风眠 将这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 彻底封锁之后 产生了变化 要杀了这真灵太使者容易 但是如此好的机会 只是为了直接轰杀了 这真灵太使者 却是有些浪费了 楚风眠也需要考虑 要如何去做 才可以 让这利益最大化 吞噬了这真灵太使者容易 但是这样的机会 却是并不好找 甚至只有可能只有这一次 因为楚风眠 一旦是将这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吞噬之后 这消息一旦是传遍三纪元势力 这三纪元势力的强者 肯定都会提高警惕 如此一来 就算是楚风眠 再得到一位强者的本体世界坐标 也不会像是这一次一样 如此顺利 直接吞噬了真灵太使者 虽然是足以获取大量的力量 但是楚风眠现在却是并不缺少力量 将真灵太使者吞噬 也无法将楚风眠的实力 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上 这种力量的提升 带给楚风眠的实力变化 却是微乎其微 尤其是在经历了龙潮一战 楚风眠可是直接吞噬了两位龙主的本体世界之后 他对于力量的渴望 却是并没有之前的那般强烈了 相反这真灵太使者 若是可以控制住 那么对于楚风眠的好处 可是要比起直接杀了吞噬了这真灵太使者 要好得多 三纪元势力可都是楚风眠的仇敌 而面对三纪元势力之时 楚风眠现在最为缺少的 其实并非是实力 而是情报了 楚风眠可以如此顺利地进入龙潮之中 夺取始祖天龙的传承宝藏 这一切可都是跟金龙公子脱不开关系 这就是情报的作用 而楚风眠现在对于三纪元势力内部的情况 却是几乎一无所知 像是隐藏的强者 以及三纪元势力的计划等等 尤其是那万界之主口中 要对付这先帝纪元天道的计划 一旦是开始准备 这真灵太使者作为纪元会之中 及其古老的一位太使者 也应该很快知情 楚风眠也需要这真灵太使者 潜伏在纪元会之中 来为楚风眠获取情报 所以这活着的真灵太使者 对于楚风眠的用处 却是要比起直接将其吞噬 要大得多 这才是楚风眠改变想法 没有即可动手 直接杀了这真灵太使者的原因 当然这一切都是需要 这真灵太使者的配合才行 不过对于眼前的真灵太使者而言 他也是没有多少选择的权利了 任何一位化道之境的顶级强者 可都是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之战 才有着如今的实力 他们也许肉身不惧死亡 但是本体世界一旦被毁灭 他们也将彻底陨落 在这生死面前 楚风眠相信真灵太使者会想明白的 九玉见地 第4754章 降服真灵太使者 作者 少宇 你到底想要什么 若是想要让我为你效力 绝无可能 听到楚风眠的话 那真灵太使者的眼神之中 也是露出了几分动摇之色 楚风眠的猜测不错 这真灵太使者 也不想死 他好不容易有着如今的实力 有着如今万人之上的地位 内心绝不愿意陨落 尤其是 他还存在着选择权利的时候 若是楚风眠上来 直接选择将他轰杀 也许他会血战而死 但是楚风眠却是话中给了他机会 令真灵太使者 也是不由的有些想法 既然你不愿意选择活下去的机会 那么 楚风眠却是全然似乎没有看出 这真灵太使者眼神之中的犹豫 他手中的十方神剑 缓缓抬起 一股杀意笼罩在了这真灵太使者的身上 等等 就在楚风眠的剑锋即将落下的一刻 这真灵太使者脸色大变 连忙大喊道 你想要让我做什么 看来你果然是一个聪明人 看到这一幕 楚风眠的嘴角都是不由自主地露出一抹笑容 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按照纪元会之中 关于这真灵太使者的记载 这真灵太使者可是为了利益 不择手段之人 为了利益 他会拼尽一切 所以 在之前围杀楚风眠一战之中 这真灵太使者 为了得到最后的好处 也是 不惜动用本体世界的力量自爆 也想要轰杀楚风眠 可是与之相反的 便是这真灵太使者 其实最看重的 还是自身的利益 尤其是自身的安危 因此 在楚风眠的威逼之下 这真灵太使者 却也是很快没有了刚刚的强硬 已经是选择臣服了 我要你做的 便是让你成为 我在纪元会之中的一个眼睛 楚风眠看向那真灵太使者 平静地开口道 我不需要你直接出手 但是你需要 帮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你是说 情报 听到楚风眠的话 真灵太使者 也是目光一宁 既然是做出了 想要活下去 臣服于楚风眠麾下的决定 现在的真灵太使者 也已经没有了之前 那般扭捏了 他直接开口道 我虽然身为太使者 但是这纪元会之中 最为真正核心的 依然是诸位主宰大人 他们才可以决定 纪元会的一切 面对他们的决定 我也只能够是执行 楚风眠的要求 也是让真灵太使者 松了一口气 他最为担心的 便是楚风眠 要求这真灵太使者 为他而战 直接跟三纪元势力对抗 若是如此 真灵太使者 却是更加原因当场陨落 他身为纪元会的太使者 自然比起楚风眠 更加明白这三纪元势力的可怕 尤其是他一旦是选择背叛纪元会 立刻就会被列入 纪元会的必杀名单之中 那个时候他要面对的 将是无穷无尽的追杀 所以若是如此 真灵太使者 宁可今日陨落在楚风眠的手中 毕竟落入到了纪元会的手中 对于一个叛徒而言 陨落都是一个好的结局 等待他的 将是无穷无尽的折磨 可若只是为楚风眠 获取纪元会的情报的话 真灵太使者也不会暴露身份 只要是做得隐秘 他在纪元会之中也不会暴露 危险也将小得多 足够了 我只需要你将一切纪元会之中的消息 告诉我就是 楚风眠看到真灵太使者的表情 笑着开口道 他知道这真灵太使者 已经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了 这真灵太使者 作为一个棋子 被楚风眠 埋入到了纪元会之中 在关键时刻 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跟那金龙公子一般 这也是令楚风眠的心中充满期待 楚风眠再度开口道 我需要在你的本体世界之中 肿下静止 现在 这真灵太使者选择臣服 口说无凭 虽然楚风眠也不相信 这真灵太使者 真的敢背叛他 但是楚风眠也必须要 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行 听到楚风眠的话 真灵太使者的 脸色有些难堪 但是他却是没有反抗 因为他也明白 这是楚风眠必定要做的 他一旦是反抗 只有可能是自身陨落的下场 看着真灵太使者不准备反抗 楚风眠也是心神一动 一股剑意在他的面前凝聚 转眼之间 便是化为了一把金色的灵件 直接飞入到了 这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中心 只见这一把金色灵件 顿时在这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之中 消失无形 但是真灵太使者 却是脸色苍白 他也知道 这一把金色灵件在他的本体世界之中 已经是足以掌控他的生死 当然 楚风眠也没有忘记恩威病师 想要让这真灵太使者乖乖听话 全心全意地为楚风眠做事 还是需要给他一些好处的 只见楚风眠又是心神一动 一枚六边形晶体 从他的面前凝聚 下一刻 这六边形晶体便是轰然破碎 化为了十二万九千六百枚灵形晶体 分散融入到了这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之中 这是 那真灵太使者眼神之中 都是露出了几分惊讶之色 他也感觉到 这些菱形晶体的融入 竟然是令真灵太使者 那本来伤痕累累的本体世界 都是恢复了不少的力量 甚至是本体世界的坚固程度 都是要比起受伤之前 还要更强 这是晶体舞蹈 可以提升 你本体世界的力量 楚风眠看向那真灵太使者 平静的开口道 这晶体舞蹈 还有着再度晋升的能力 只要是你乖乖听话为我做事 我可以将接下来的修行之法 赐给你 这晶体舞蹈 便是楚风眠 算是送给了这真灵太使者的一个见面力了 修行晶体舞蹈 可以对于实力的提升 楚风眠可是心知肚明 对于真灵太使者 这等本来就实力接近于瓶颈的舞者而言 这样一股新的力量简直是天大的机缘 以这晶体舞蹈为奖励 可以让这真灵太使者更加全心全意地为楚风眠做事 多谢大人 感觉到晶体舞蹈带来的好处 这真灵太使者刚刚脸上的不快顿时一扫而空 而是尊敬地看向楚风眠行礼道 九欲见地 第4755章 玄缘之主 作者 邵宇 若是说刚刚真灵太使者 只是碍于楚风眠的实力 不得已选择臣服 那么现在感觉到 晶体舞蹈带来的力量 这却是给了真灵太使者 一个为楚风眠效力的理由 力量 对于舞者而言 力量就是一切 所以这力量已经达到极限瓶颈的真灵太使者 才会为了追求更强大的力量 而最终选择冒险 不惜动用本体世界的力量 来轰杀楚风眠的 这原因也是因为纪元会开出的奖赏 谁若是可以轰杀楚风眠 就可以得到一位主宰的亲自指点 可以帮助真灵太使者 打破力量瓶颈 实力更进一步 但是真灵太使者 却是没想到 楚风眠的实力 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 令他动用本体世界的力量 都没有能够真正 轰杀楚风眠 反而是落得一个重伤的下场 而现在臣服于楚风眠 他却是接触到了晶体舞蹈的力量 身为一位极其古老的太使者 久接先帝 这真灵太使者 再感觉到了晶体舞蹈的力量一刻 他就明白了 这晶体舞蹈的强大之处了 以及这晶体舞蹈的玄妙 他现在只是刚刚接触这晶体舞蹈 都足以令自身的实力产生变化 而一旦是修行更高层次的晶体舞蹈 真灵太使者的心中 都有些蠢蠢欲动起来 不知道大人 想要知晓些什么 当然 真灵太使者也没有忘记 这晶体舞蹈 究竟是掌握在了谁的手中 他也是一脸讨好的 看向楚风眠 我想要知道 纪元会背后 究竟是隐藏着多少的主宰 楚风眠看向真灵太使者 询问道 对于现在的楚风眠而言 九阶先帝的威胁已经不大了 真正对他威胁大的 乃是主宰 虽然不确定 这纪元会中的主宰 会不会跟那万界之主 一般会选择 冒着天珠的威胁 对他出手 但是楚风眠 也必须是要提前知晓情报 以防止意外 主宰 听到楚风眠的话 真灵太使者都是 吃了一惊 他都没有想到 楚风眠的胃口如此之大 竟然是 想要打探主宰的情报 对于一位主宰而言 九阶先帝 也不过是 蝼蚁一般的存在看 可以被随意拿捏 两者的地位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所以没有那位九阶先帝 会去窥探主宰 因为这毫无意义 也只会给自己招惹来麻烦 一旦是 惹怒了那位主宰 就算是不死 也要受到惩罚 就算是楚风眠的实力 再强 他也不相信 楚风眠可以触及到主宰的层次 只是真灵太使者 虽然心中如此去想 但是脸上依然是表现出了尊敬的神色 开口回答道 纪元会之中的主宰大人 究竟有几位 我也没有完全知晓 毕竟大部分的主宰 都是陷入到沉睡之中 而我知晓的 其实只有那玄缘之主 仲才骷髅的异域开荒 纪元会长为了冲击主宰之道 已经是陷入到了死关之中 所以如今纪元会之中 主宰的真正掌握大权的 便是玄缘之主 对于大人的围杀 便是玄缘之主亲自下令的 而且纪元会之中 谁只要是能够杀了大人 都可以得到玄缘之主的当面指点 甚至是可以得到圆雪 真灵太使者连连回答道 玄缘之主 这对于楚风眠 倒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不过最终听完那真灵太使者的话 楚风眠的嘴角 却是露出了几分冷笑道 没想到这位玄缘之主 倒是也对于我如此看重 竟然是会开出这样的奖励 为了对付楚风眠 这玄缘之主 倒是也毫不吝啬 谁杀了楚风眠 不只是可以得到他一位主宰亲自指点 更是可以得到圆雪 对于一位主宰而言 圆雪可是他们得力量之源 就算是损失一滴圆雪 对于一位主宰而言 也会令力量有所损失 虽然一滴圆雪的力量 对于一位主宰而言并不算什么 但是这种实打实的损失 也没有那位主宰会愿意拿出圆雪的 就算是一些被看重的主宰后裔 都很难得到圆雪 而现在为了对付楚风眠 这玄缘之主 却是就连圆雪都拿出来了 看来这玄缘之主 也是彻底地盯上了楚风眠 只是他没有像是万界之主 那般疯狂 宁愿是招惹到天珠 也要亲自出手 轰杀楚风眠 如此一来 楚风眠也明白了 为何这真灵太使者之前 为了轰杀楚风眠会如此疯狂啊 圆雪的奖励 足以是让任何一位 化道之境的九阶先帝 都为之拼命了 让楚风眠稍稍有些失望的是 对于这玄缘之主 真灵太使者 也不算了解太多 毕竟 主宰可是跟先帝截然不同的层次 大部分真灵太使者 可以接触到的 只有这玄缘之主的命令 不过 只要是 让这真灵太使者 一直潜伏在纪元会之中 楚风眠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 获取情报 大概将这真灵太使者 知晓的事情了解之后 楚风眠突然画风一转 询问道 你可知道 其他九阶先帝的本体世界坐标 最好是化道之境的强者 楚风眠临时改变主意 没有吞噬了这真灵太使者的本体世界 这倒是凭空让楚风眠损失了不少的力量 既然没有能够吞噬这真灵太使者 楚风眠就准备再找一个人 他的手中 没有其他九阶先帝的本体世界坐标了 不代表这真灵太使者的手中没有 毕竟真灵太使者 可是一位如此古老的太使者 他有着如此实力 也必然是有着一些 实力相差无几的仇敌 大人您是准备 真灵太使者 听到楚风眠的话 也是一下子猜出了楚风眠的目的 顿时眼前一亮地说道 我有着一位仇敌 乃是万界之中的芒谷圣祖 此人的实力还在我之上 我知道他的本体 世界坐标所在 若是大人需要 我可以带大人前去 既然是知道 楚风眠是准备对一位九阶先帝下手吞噬 真灵太使者 也不介意借助楚风眠的手 去对付一些仇敌 他连忙开口道 芒谷圣祖 楚风眠倒是没有听说过此阵芒谷圣祖 对于三纪元势力的强者 楚风眠也只是知晓其中一小部分 九域建帝 第四千七百五十六章 新的猎物 作者 邵宇 像是在圣域战争之中出手过的 立下赫赫威名的三纪元势力强者 楚风眠自然是全都知道 但是在三纪元势力之中 却也存在着许多选择闭关 不问世事 就连圣域战争都没有参与过的强者 对于这些人 楚风眠自然是一概不知 不过这芒谷圣祖 既然是真灵太使者的仇敌 而且 真灵太使者知晓对方的本体世界坐标 都一直没有办法动手 显然实力还要胜过真灵太使者 不然的话 这芒谷圣祖一直暴露着本体世界坐标 只怕早就被人斩杀了 根本不可能活到今日 比起真灵太使者 还要实力更强的芒谷圣祖 这令楚风眠的嘴角 都是露出了一抹笑意 这芒谷圣祖的实力越强 一旦是楚风眠 将这芒谷圣祖吞噬 得到的好处也将更多 他倒是不在乎 这芒谷圣祖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随着龙巢一战 楚风眠的实力大涨 他更是将那千兵门 千兵珠 两件主宰之兵 全部炼化熟悉 现在的楚风眠 就算是让他在面对那千兵圣祖的时候 楚风眠都丝毫不惧 更何况这芒谷圣祖的实力 绝不可能超越千兵圣祖 这芒谷圣祖的实力再强 也逃不过被楚风眠吞噬的命运 更何况 既然是万界的圣祖 楚风眠将其吞噬的 也算是削弱万界的势力了 对楚风眠也有利 走 楚风眠也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对着那真灵太使者开口道 既然是已经锁定目标 也不需要再浪费时间了 听到楚风眠的话 真灵太使者脸上都是露出几分激动之色 他跟这芒谷圣祖之间 可是有着生死大仇 若非是因为后来双方的实力相差不大 谁都没有把握可以彻底击杀对方 再加上这芒谷圣祖的背后 可是万界令真灵太使者也不敢轻易招惹 真灵太使者心中早就是想要将这芒谷圣祖杀之后快乐 而现在既然是可以借助楚风眠之手 可以除掉这芒谷圣祖 对于真灵太使者而言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而且不只是真灵太使者这边 那芒谷圣祖也是将真灵太使者视为仇敌 随时想要出手 两方暗中的较量可不在少数 这种仇怨之下 现在有着这等借刀杀人的机会 真灵太使者当然大喜过望 而楚风眠倒是对于双方的恩怨并不在乎 他本来就是准备吞噬一位强者的本体世界 156N.com 这芒谷圣祖既然是万界的圣祖 那么也就给了楚风眠一个对付他的理由了 对于万界之人 楚风眠可从来不会手下留情 这真灵太使者凝聚出肉身 便是带领着楚风眠进入到了深层空间之中 在晶体舞蹈的帮助之下 这真灵太使者本来受伤也是恢复了不少 这凝聚出的肉身 一身实力已经是比起曾经巅峰之时相差无几了 而这还是真灵太使者的伤势还未完全恢复的结果 一旦是他的伤势完全恢复 他的实力还将更进一步 这种手段 真灵太使者都是暗自晶奇与晶体舞蹈的神奇 他也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 楚风眠这恐怖的实力也许跟晶体舞蹈不无关系 不过楚风眠不去说 他也不敢主动探究楚风眠的秘密 两道顿光进入到了深层空间之中 在这深层空间之中连连穿梭 任由是这深层空间之中的风暴袭来 这两道顿光却是微然不动 前面这个小千世界就是那芒谷圣祖的本体世界 很快在这深层空间之中 一个小千世界浮现在了楚风眠的眼前 而看到了这个小千世界 真灵太使者却是连忙开口道 芒谷圣祖在万界之中有着不少好友 他一旦是遇袭 只怕是会有不少的圣祖前来相助 所以要不等待一个好的时机 那真灵太使者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对付一位化道之境顶级强者的本体世界 自然是需要先布置好计划 一直是等待在外 等待天时地利之时 再突然出手 这种等待 也许数年 数十年都有可能 真灵太使者对于这芒谷圣祖也是无比熟悉 他也是在提醒着楚风眠 只是却是直接被楚风眠打断到 无妨 区区一个芒谷圣祖 直接杀了他就是 在其他人前来救援之前 我就足以杀了他了 你现在这里等待着 我区区就回 楚风眠说完 他的顿光便是直接冲着那芒谷圣祖的本体世界之中冲了过去 在看到了这芒谷圣祖的小千世界之后 楚风眠对于芒谷圣祖的大概实力 心中也就有着猜测了 跟那真灵太使者相比 也就是仅仅强大一些 但是相比于千兵圣祖的肉身都有着不小的差距 这真灵太使者一旦是伤势恢复 再加上楚风眠赐予的晶体舞蹈 他的实力都有可能直接超越这芒谷圣祖 所以区区一个如此实力的芒谷圣祖 根本也不需要楚风眠在等待时机 他直接出手就是 看着楚风眠的顿光 那真灵太使者都是一愣 似乎没有想到 楚风眠竟然是如此狂妄自大 简直是没有将那芒谷圣祖放在眼中 要知道芒谷圣祖 可不像是他一般受了重伤 而是实力位于巅峰之时 楚风眠竟然是完全不将这芒谷圣祖放在眼中 不过真灵太使者也没有出言阻止 他的身份决定 他也没有这个资格 看着楚风眠离去的顿光 真灵太使者都是难难自语道 这绝见巫帝 到底是得到了什么机缘 实力竟然是提升得如此之快 对于楚风眠的实力 真灵太使者也是无比好奇 竟然是在短短这么几日的时间里 楚风眠的实力 竟然是发生了翻天覆地一般的变化 如果不是楚风眠的实力如此强大 也绝不可能这样轻易地就令他臣服 而随着真灵太使者开始打探消息 很快他的目光便是瞪得逗大 眼神之中充满着不可置信 什么 千兵圣祖出手 都没有能够杀了此人 反而是被夺去两件主宰之兵 九玉见地 第4757章 真灵太使者的震惊 作者 少羽 这真灵太使者刚刚通过他的渠道 是打探最近楚风眠的消息 得到的消息 却是令真灵太使者大吃一惊 龙巢一战的消息 已经是传遍了三纪元势力 传遍了三大圣域 传遍了天九域 甚至是整个先帝纪元 整个先帝纪元之中 最为轰动的事情 莫过于此 这件事的惊世骇俗程度 已经是远远超越了圣域战争本身了 其中最令人震惊 津津乐道的 莫过于是万界之主 一位主宰强者 竟然是出手了 主宰 在先帝纪元之中 知道这一层境界的存在 都是少之又少 在大部分舞者的眼中 先帝便是境界的顶点 力量的极限 而九阶先帝便是舞者之中的巅峰 舞者之中的最强者 少有人知道这九阶先帝之上 还有着一重境界不同的境界 那边是主宰境界 而纵然是有人知晓主宰境界 但是对于主宰的存在 却是完全不能理解 不要说是亲眼见到一位主宰 甚至是就连主宰之力 都没有资格能够接触得到 所以 这一次在龙巢之中 万界之主 身为一位真正的主宰强者 突然出手 才会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 毕竟对于大部分舞者而言 主宰的存在 都是虚无缥缈的 这一次 竟然是有着一位主宰强者出手 自然是会引起巨大的轰动 而且更加轰动的一件事 那就是 这万界之主 一位主宰强者亲自出手的目的 就是为了轰杀楚风年 对于楚风年 对于绝见巫帝 先帝纪元之中的舞者 可都不会有着任何陌生 这可是 整个先帝纪元之中 最为耀眼的一位天才 短短的时间 便是崛起到了如此地步 从古董而言 主宰的可怕 他们最为知晓 主宰跟先帝之间的差距 可所谓的云尼之别 就算是那些试图尝试冲击主宰之境的存在 他们都没有把握 可以在一位主宰的面前抗衡三招 至于全身而退 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这真灵太使者同样如此 他虽然 现在已经是失去了 冲击主宰之境的能力 但是曾经的他 也是雄心壮志 想要冲击主宰境界的 而且在纪元会之中 关于主宰的记载 也不在少数 最初进化 正是因为对于主宰境界的了解 才令真灵太使者 更加明白 一位主宰强者的强大 恐怖 所以 这一次在看到了万界之主 出手对付楚风眠的消息之后 真灵太使者才更加的震惊 满脸的不可置信 甚至是万界之主都出手了 他竟然都活了下来 这怎么可能 若非是这情报 肯定是真的 真灵太使者 都会怀疑自己的眼睛 一位主宰 想要出手 轰杀一位九阶先帝的难度 比起捏死一只蚂蚁 也难不了多少 可是现在楚风眠 竟然是在万界之主的出手之下 全身而退了 那楚风眠的实力 又将达到何等地步 这种层次 距离曾经号称主宰之下第一人 不是主宰境界的剑道之主 都已经相差不远了吧 怪不得那绝剑乌地 竟然是有着如此可怕的实力 竟然是就连一位主宰 都没有能够杀了他 这真灵太使者 也是不由地想到了 楚风眠那强横到了极点 不可思议的力量 本来他还有些怀疑 楚风眠如此强大的实力 是否是存在一些障眼法 以蒙蔽他 可是在看到了 楚风眠龙潮一战的 彪悍战绩之后 这真灵太使者的心中 便是再也没有任何的怀疑了 以楚风眠在龙潮之战之中 展现出的实力 尤其是按照传闻 楚风眠面对那万界之主 可不只是逃走那么简单 而是跟万界之主 真正的交手战斗了 虽然对于这战斗 各种传闻众说纷纭 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想法 但是能够跟主宰一战这件事 就足够惊世骇俗了 若是楚风眠 真的拥有传闻之中的那种实力 那么想要压制他的本体世界 可是一件无比轻松的事情了 不要说真灵太使者 本就是重伤状态 哪怕是他的实力在巅峰之时 在楚风眠的面前 也不过是一招之敌 不堪一击 若是楚风眠真的想要杀他 一个照面就可以做到了 在得到了关于楚风眠的实力消息之后 真灵太使者非但是不失望 反而是脸色大喜 他现在既然是已经选择跟楚风眠合作 那么楚风眠的实力越强 对于他而言自然越是有利 尤其是看到现在楚风眠进入到了 那芒谷圣祖本体世界之中的身影 真灵太使者也终于明白 楚风眠的底气从何而来 楚风眠为何是向他询问主宰的情报 以及表现出的对于这芒谷圣祖完全的不屑一顾 看起来都没有将芒谷圣祖放在眼中的态度 原因无他 只是因为实力 这芒谷圣祖的实力 的确在楚风眠的面前不堪一击 这令真灵太使者 看向那芒谷圣祖本体世界的目光之中 都是露出了几分冷笑之色 他已经是可以想到 这芒谷圣祖的结局了 以楚风眠现在的实力 杀了他轻而易举 那么对于这芒谷圣祖同样如此 看来此人将要比起剑道之主 都还要强大了 真灵太使者自言自语一声 楚风眠身上隐藏的秘密 比起剑道之主还要多得多 单单是这晶体舞蹈 都足以是令真灵太使者如此震惊了 而楚风眠身上的机缘 隐藏 可绝不止晶体舞蹈这么简单 只怕是诸位主宰大人 得到了这个消息 也将寝室难安了吧 真灵太使者嘴角都是浮现出一抹笑容来 他隐隐约约也感觉到了 这先帝纪元的天地要变了 九玉见地 第四千七百五十八章 芒谷圣祖 作者 邵宇 芒谷圣祖的本体世界之中 楚风眠的身影 直接步入到了其中 这一方小千世界之中的诸多防备 禁制阵法 都是被楚风眠彻底的无视 他就这样进入到了 芒谷圣祖的本体世界之中 既然这芒谷圣祖的好友不守 而且万界之中的一些强者 都对他无比看重 那么就直接动手吧 楚风眠虽然自信 但是并不自傲 他今日要对付这芒谷圣祖 可也不想要阴沟里翻船 狮子薄兔易用权力 更何况这芒谷圣祖 可也不是什么弱者 随着楚风眠 进入到了这芒谷圣祖的 本体世界之中的一刻 始祖天龙血脉之力 便是轰然催动 只见一尊庞大的始祖天龙 就这样的从楚风眠的背后浮下出 这始祖天龙看起来 已经不像是虚影了 而是真正的实体 只是论起身上的力量 比起真正的始祖天龙 要弱小一些 再吞噬了始祖天龙的骸骨 以及那始祖二龙 乃至天龙之主 神龙之主这两位龙族之后 楚风眠身上的始祖天龙血脉之力 已经是达到了 仅次于始祖天龙的层次 他身上的始祖天领血脉之力 已经是足以超越一切的龙族 再加上楚风眠实力的提升 他现在以血脉之力凝聚出的始祖天龙 已经是接近凝实的地步 只见这始祖天龙冲天而起 空间之力轰然爆发 一股股的力量降临到了这芒谷圣祖的本体世界之中 将这芒谷圣祖的本体世界完全封锁 一瞬间的时间 这芒谷圣祖本体世界的一切都是跟外界彻底隔绝的联系 谁 就在楚风眠动手的一瞬间 一道身影也是凭空凝聚 一位金发老者出现在了半空之中 这正是芒谷圣祖 这里可是他的本体世界之中 其中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这芒谷圣祖的眼睛 更何况现在这本体世界都是被完全封锁 这令芒谷圣祖瞬间破空而出 这芒谷圣祖出现 一眼便是看到了天空之上的始祖天龙 他也是看得出来 这本体世界的封锁正是来自于这始祖天龙 始祖天龙 这怎么可能 始祖天龙不是早就陨落了吗 怎么会还活着 对于始祖天龙这位先天神兽 芒谷圣祖也并不陌生 他看到始祖天龙的一刻 都是吓了一跳 震惊到了极点 就像是一位神话之中陨落的存在 再度重生了一样 他一眼看过去 都以为这是真正的始祖天龙 不对 这是一道虚影 如此凝实的虚影 谁能凝聚出来 难道是始祖二龙 但是始祖二龙不也是跟始祖天龙一起消失了吗 五代河山风月 芒谷圣祖仔细观察 才看出这始祖天龙乃是一道虚影 但是如此一道力量 接近凝实的虚影 也不是谁都可以凝聚得出的 他震惊之下 目光仔细寻找 这才看到了站在半空之中的楚风眠 这是一道他都陌生的面容 你是谁 芒谷圣祖猛然开口道 在他的目光看向楚风眠 跟楚风眠双目对视的一刻 芒谷圣祖都是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危险感 这种危险的感觉 在芒谷圣祖踏入化道之境后 已经是很少遇到了 但是现在竟然是在楚风眠的身上见到了 在芒谷圣祖开口的同时 他也是悄然之间运转力量 在这本体世界之中 芒谷圣祖也不需要任何积蓄力量 整个本体世界之中 处处都是充满着他的力量 在他开口询问的一瞬间 一股拳风 却是轰然从楚风眠的背后轰击过来 芒谷圣祖 这芒谷圣祖修行的至高武道 他的最强杀招 就在这一刻 直接施展了出来 在感觉到了楚风眠 带给他的巨大危险感觉之后 芒谷圣祖也是毫不犹豫 直接施展出了这芒谷圣 这一拳之威的恐怖 足以是将一个小千世界 凌空打爆 可楚风眠却是看到这芒谷神拳的一刻 脸色平静到了极点 十方神剑出现在了楚风眠的手中 只见十方神剑随意一箭斩去 这芒谷神拳的力量 便是彻底的破碎开来 这一次交锋 便便是将芒谷圣祖的最强一击 轻易击碎 这芒谷圣祖的最强杀招 却是在楚风眠的一箭之下 显得如此的不堪一击 这种力量上的差距 让芒谷圣祖都是脸色大变 这里可是他的本体世界之中 芒谷圣祖可以随意催动本体世界的力量 爆发出最强的攻击 他刚刚的那一拳芒谷神拳 也正是这样做了 按照他的设想 在这一拳的威力之下 楚风眠就算是不伤 也必定是要退避三射 给他再度出手的机会 凭借着本体世界之中 源源不断的力量 他也足以接连出手 击溃楚风眠 可是这力量交锋的结果 却是完全超越了芒谷圣祖的想象 他从未想过 一位先帝的实力 竟然如此强大 就算是在万界之中 公认强大的千兵圣祖 都没有这眼前楚风眠这等恐怖的实力 更何况 千兵圣祖强大的实力 也是建立在他手中掌握的主宰之兵上的 而眼前的楚风眠 手中的零件 虽然不是凡物 但是却也只是一把极道先兵 根本不是主宰之兵 这也意味着 楚风眠单单是自身的力量 都是足以轻易超越千兵圣祖了 阁下到底是什么人 芒谷圣祖 都是目光凝重的 看向楚风眠 他在开口的瞬间 心中也是有着一万个心思 一股股的力量 悄然之间 便是向着本体世界之外飞去 他已经是意识到了眼前的楚风眠 绝非是他可以抗衡的存在 想要对付楚风眠 必须是请万界之中的强者前来 一同对付楚风眠 可是这种手段 却是根本瞒不过楚风眠的眼睛 盘踞在天空之上的始祖天龙 庞佛就是一个监视者 这芒谷圣祖的小动作 传递出去的力量 顿时被始祖天龙直接捏碎 我是谁你不知道 那么这东西 你应该认得吧 楚风眠嘴角浮现出一抹笑容 同时一扇古老门户 浮现在了他的头顶之上 九欲见地 第四千七百五十九章 死得明白 作者 少宇 千兵们 看到这一扇古老门户的一刻 芒谷圣祖的目光都是瞪大 一脸不可置信 对于这千兵们 他当然不陌生 这可是千兵圣祖最为依仗的主宰之兵 在万界之中 不知道是有着多少位圣祖 都是对于这千兵们无比羡慕 恨不得想要将其夺取过来 据为己有 可是在千兵圣祖强大的力量面前 以及千兵圣祖背后的万界之主面前 他们却是谁都不敢动 但是他们 对于这千兵们 可都不陌生 这芒谷圣祖同样如此 他都是忍不住地眨了眨眼睛 确定这千兵们是真的之后 脸色更是骇然到了极点 这千兵们 怎么会在你的手中 看到千兵们的一刻 芒谷圣祖也是知道 绝对发生了大事了 绝见乌帝 你是绝见乌帝 很快 这芒谷圣祖便是了解到了龙巢一战的事 脸色更是骇然到了极点 龙巢一战 千兵圣祖的肉身被楚风眠所斩杀 同样千兵们也是被楚风眠夺走 现在千兵们在楚风眠的手中 那么楚风眠的身份不言而喻 绝见乌帝 楚风眠 万界之中的头号通缉犯 甚至是就连那万界之主 都已经是盯上了楚风眠 无时无刻不想要将楚风眠除之后快 芒谷圣祖虽然一直在闭关冲击更高的境界 可是对于楚风眠的名字 他也是听闻过的 他也是明白了站在他面前的人是谁 既然明白了 那就可以死了 楚风眠暴露身份 也是准备让这芒谷圣祖 做一个明白鬼 刹那之间 十方神剑再度出鞘 一道剑锋 直指那芒谷圣祖斩杀过去 哇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剑 但是那芒谷圣祖 却是感觉到了无比巨大的威胁 天地之力轰然爆发 整个本体世界的力量 都在这一刻完全爆发 向着楚风眠镇压而下 而面对这天地之力的镇压 楚风眠却是就连头都没有抬起 千兵门轰然打开 一道道兵器虚影凝聚而出 冲天起 一件真正主宰之兵 足以另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 就是瞬间逆转 更何况 楚风眠现在的实力 本就远在那芒谷圣祖之上 这千兵门的出手 直接成为了压倒芒谷圣祖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千兵门凝聚出的一道道兵器虚影之下 芒谷圣祖的天地之力轰然破碎 两者的力量截然不在一个层次之上 同时 楚风眠的剑锋也是贯穿了芒谷圣祖的身躯 这芒谷圣祖都是毫无挣扎之力 身躯被剑锋所贯穿 整个本体世界都是在这一刻开始崩溃 而就在这一刻 楚风眠也是催动起身上的吞天兽血脉之力 庞大的吞天兽出现在了楚风眠的面前 只见吞天兽浮下而出 庞大的吞天兽张开大口 顿时开始运转其中的力量 将这芒谷圣祖的本体世界完全吞噬 破碎的一块块世界碎片 都是被吞天兽吞入到了口中 被瞬息炼化化为了纯粹的力量 涌入到了楚风眠的身躯之中去 这芒谷圣祖的本体世界被吞噬 已成定局 瞬息之间 这本体世界便是彻底的崩溃 被吞天兽所完全吞噬 看到最后的一丝力量 都被吞天兽完全吞噬之后 楚风眠这才一步踏出 回到了深层空间之中 斩杀吞噬了这芒谷圣祖 楚风眠的表情无比平静 庞佛是做了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样 以这芒谷圣祖的实力 就算是他提前有防备的情况下 都未必是楚风眠的对手 更何况 这一次芒谷圣祖都是毫无防备 被楚风眠直接入侵到了本体世界之中 随着楚风眠出手封锁了 这芒谷圣祖本体世界的一刻 这一战的结果 就已成定局了 深层空间之中 那真灵太使者的目光 也是一直观察这芒谷圣祖的本体世界 再看到了芒谷圣祖本体世界之中爆发的力量 以及下一刻 这本体世界彻底破碎 被吞噬的一刻 这一切都是 深深震撼着真灵太使者 虽然是现在真灵太使者 对于楚风眠实力的强大 在心中已经是有了一定的认知 可是亲眼所见 这芒谷圣祖在楚风眠的手中 竟然都是如此的毫无还手之力 就被毁灭吞噬本体世界 真灵太使者 依然是有着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他也明白 若是那个时候 他拒绝臣服于楚风眠 那么他的下场 也会跟这芒谷圣祖一样 甚至楚风眠 要将他斩杀吞噬 可是要比起对付那芒谷圣祖的时候 要简单得多 在这震惊之后 真灵太使者 却也是有着一种爽快的感觉 他跟这芒谷圣祖一直以来的仇怨 终于是在这一刻 大仇得报了 芒谷圣祖陨落 对于真灵太使者而言 也是将一个大敌彻底的除掉了 虽然是借住了楚风眠之手 但是他也算是完成了目的 恭喜大人实力更进一步 看到楚风眠归来 这真灵太使者 都是一步踏出 恭敬地看向楚风眠开口道 在知晓了龙潮一战之后 这真灵太使者 也是对于楚风眠更加的恭敬了 在舞者的世界之中 实力便是一切 楚风眠的实力强大 便是值得尊敬 更何况 现在真灵太使者 也都已经是选择 臣服于楚风眠的麾下了 嗯 楚风眠面对着真灵太使者的恭维 也是点了点头 吞噬了这芒谷圣祖的本体世界 楚风眠也是心情大好 楚风眠也是感觉到 在这吞天兽之中 传递过来的源源不断的力量 一个化道之境 顶级强者的本体世界 究竟是蕴含着多么强大的力量 楚风眠在之前吞噬那神龙之主 天龙之主 两位龙主本体世界的时候 都已经是惊叹过了 但是楚风眠吞噬神龙之主 天龙之主 本体世界得到的大量力量 其实都是被楚风眠 用来恢复之前战斗之时的 伤势所用的 我有一阵鬼神屠落 为了彻底恢复伤势 也是消耗了大量的力量 但是现在吞噬了这芒谷圣祖 所得到的力量 却是足以完全被楚风眠 用来提升力量所用 九欲见地 第4760章 吞噬芒谷圣祖 作者 邵宇 楚风眠的身躯之中 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那芒谷圣祖的力量 正在他的身躯之中流淌 这样一位化道之境 顶级强者的完整世界之力 换作是任何一位舞者 若是将其完全吞噬 就算是同为化道之境的 顶级强者 都不可能容纳 如此庞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 足以将一位舞者的身躯 完全称暴 但是对于楚风眠而言 这些力量 却是根本不算什么 他的身躯之中 那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都是无比渴望着力量 渴望着吞噬力量 在那芒谷圣祖 本体世界的力量 涌入到了楚风眠 身躯之中的一刻 楚风眠都清晰地感觉到了 那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想要吞噬的渴望 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都是还有着再度晋升的可能 但是这种晋升 却是需要堪称海量的力量 不过楚风眠倒是毫不在意 这墨浴晶体晋升 所需要的力量越多 一旦是真正让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吞噬了足够的力量 彻底晋升的一刻 楚风眠所得到的好处 也将越多 对于楚风眠而言 这晶体五道 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也是楚风眠最为重要的力量支援之一 它在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之上 自然不会有着任何的吝啬 很快 楚风眠便是放开了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的限制 让它们开始疯狂吞噬起 那涌入到楚风眠身躯之中的 芒谷圣祖的力量 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就如同十二万九千六百个漩涡一般 在吞噬这力量 如同无底深渊一般 不管是多么庞大的力量 都会被完全吞噬 所以 不管是楚风眠吞噬多么庞大的力量 它也不可能存在 这暴体而亡的风险 这是其他舞者 根本无法媲美的 几个呼吸的时间 楚风眠身躯之中 那芒谷圣祖的力量 都是被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所 完全吞噬 楚风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它身躯之中的 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之中 都是蕴含着 近乎无穷无尽的力量 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虽然是距离下一次的晶升 还将其遥远 但是将这芒谷圣祖的本体世界吞噬 也是依然是令这些墨浴晶体的力量 更强大了几分 感觉到这带来的力量 楚风眠都是有些忍不住 想要再去吞噬一些强者的本体世界 不过这个念头刚刚出现 便是被楚风眠的理智压制了下去 他这一次出手猎杀芒谷圣祖 也是有着几分出其不意的效果 三纪元势力 以及那芒谷圣祖自身 都是对于楚风眠毫无防备 所以 楚风眠才会如此顺利地 直接吞噬了芒谷圣祖 但是这一次之后 三纪元势力 也必然是会有所反应 若是楚风眠再度出手 很有可能一头撞入到了 三纪元势力布置出的陷阱之中 那么 对于楚风眠而言 可就得不偿失了 这一次吞噬了芒谷圣祖 所得到的好处 也暂时足够满足楚风眠了 走 我们先回到你的小千世界之中去 楚风眠看向那真灵太使者 直接开口道 此地不宜久留 芒谷圣祖陨落的消息 应该很快就会传入到万界之中 到时候 必然有强者前来 楚风眠虽然不惧 却也不想要白白遭遇这种麻烦 是 听到楚风眠的话 真灵太使者点了点头 化为了一道顿光 直接带着楚风眠离开了 这一次 楚风眠没有让真灵太使者帮忙出手 也是为了不让真灵太使者暴露身份 好让他可以更好地潜藏在纪元会之中 为楚风眠所用 就在楚风眠跟真灵太使者的顿光离开之后 没有多久 数到强横的气息 便是降临到了 这芒谷圣祖的小千世界周围 不见了 芒谷竟然真的陨落了 怎么回事 刚刚我察觉到了芒谷的气息不对 便是赶来了 这么快的时间 芒谷竟然就已经陨落了 这数道身影观察了一眼 看到了那芒谷圣祖的本体世界 已经是彻底消失不见 他们的脸色 都是阴沉到了极点 一位先帝的本体世界 一旦是固定 便是再也无法移动 所以现在芒谷圣祖的本体世界消失 代表的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 芒谷圣祖陨落了 他的本体世界 也被人彻底摧毁了 这么快的时间 这周围也没有多少战斗的痕迹 出手的人 比起芒谷要强大太多了 不然的话 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一名中年男子 打量了一眼周围的痕迹 眉头紧锁 比芒谷要强大的多 那是谁 以芒谷的实力 谁又能如此轻易地击败他 等等 芒谷的本体世界 不只是被摧毁了 似乎是被吞噬了 突然一人猛然出声说道 这种力量 是吞天之力 吞天之力 吞天兽的力量 这怎么可能 吞天兽不是早就陨落了 听到这个声音 其他几人连忙开口说道 吞天兽虽然陨落 但是掌握吞天血脉的人 也依然还在 掌握吞天血脉的人 绝见乌地 猛然间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宁 他们想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人物 在万界之中 楚丰眠现在的威名 早已经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可以在万界之主的轰杀之下 全身而退逃走 这对于一位九阶先帝而言 可是莫大的荣耀 而若是作为他们的敌人 可以做到这一点 也是令所有万界圣祖的心中 已经是将楚丰眠 视为了最为棘手的对手了 他不是重伤了吗 怎么会 一名万界圣祖 忍不住地想要质疑 但是他的话音说到一半 便是戛然而止 因为他也想到了 楚丰眠那彪悍的战绩 尤其是龙朝一战前 所有人都认为 在先帝纪元围杀的那一战之下 楚丰眠肯定是身受重伤 最初净化 楚丰眠那个时候 必然是要选择一处隐秘之地 修养伤势 却是无人可以想到 楚丰眠竟然是伤势恢复得那么快 直接进入龙朝之中 夺取了始祖天龙的传承宝藏 首丰眠的城市 使用人独立 所有人都认为 也是我 将最初准化 手有承宝的 因认为